作词 李宗盛 要说的每个字不顾 你又没有想过 想要见你 想长出翅膀 到了身边 想和你一起 想拥有我们的回忆 银河街头 秘密联络 你爱你 一切都执托 就算那里 有气息波 我都不是所措 我也不敢说 我也接线属于爱的字眼 被告白的屋檐 当你说的话 我站在心间 哦 孤独一切 原来属于爱的字眼 亮亮屋檐 珍惜 终将化解释永远 一面之间 不知不觉 再说一遍 亲爱的 忘了不可能吧 情勇情 尽永远 你可 先后你 你连我 也爱你 一切都执托 就算那里 有气息波 我都不是所措 我也不敢说 我也接线属于爱的字眼 被告白的屋檐 当你说的话 我站在心间 哦 孤独一切 原来属于爱的字眼 亮亮五月珍惜 终将化解释永远 原来属于爱的字眼 亮亮五月珍惜 终将化解释永远 如果你不能适应陌生日 那我来适应你 和悠悠 嫁给我好了 你等一下 小裴 考虑得怎么样了 那边一直在催我 你要是实在有困难 不行 阿姨就先卖给人家 现在几点 九点 还剩三个小时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我是易涵 这个地球上每分每秒 有多少人排着队 哭着喊着想要见我一名 我现在去尊降贵 再向你表白求婚 你能不能尊重我一点 我都说了你等一下 我跟你说话呢 你能不能认真一点 答不答应 那个 你能顺路送我一下吗 嗯 有点急事 我们路上慢慢聊 那 这是地址 可是我还真能不能 这最后的事 要相信我 你能不能尊重我 那边看我 你能不能尊重我 那边吗 那边你能不能尊重你 其他人 没法男人 你不可以跟我说呀 你不知道我很有钱吗 你别胡闹了好不好 我现在忙正事呢 你缺钱真的可以找我商量 不用了 到了 你不是说要跟我聊一聊的吗 我想好了 我是真的不会跟你结婚的 还没聊你就擅自想好了 你是不是骗我 给你当免费司机啊 我劝你一句 你是个公众人物 就好别太轻浮了 原本我对你印象挺好的 结果接触下来却觉得 我没想占你便宜 但我收到的零钱 就只有这么多了 都给你 行吗 那交往呢 不结婚先谈恋爱行不行啊 小裴 来得个真快呀 怎么样 钱凑齐了吗 那是 王阿姨 我现在只凑到了三万 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 要不然我给你打个欠条吧 咱们先把手续办了 剩下的七万 我这两天尽快补上 不合适吧 不合适吧 我同意 结婚 没事吧 结婚的话 你礼金打算给多少 你要多少 十万 十万就够了 对 但我现在就要 这么着急啊 对 只是我要把少话说在前面 首先 我们双方必须明确 这并不是真的结婚 所以呢 在此期间 我们也不应该要求对方 履行婚姻义务 其次 我并不是真的要 要问你要钱 我只是先借的 等到时候我们离婚的时候 我会一分不少的全还给你 你把我的台词都说完了 网银转账还是扫码支付 你能跟我说一下 你那么着急用钱干吗吗 买房 你那么大啊 那么大啊 从这边数第三件就是 你干吗 我去帮你谈 我很会降价的 他谈什么谈 你干吗呀 你放我下来 你干吗去 行 人家都知道你的底细 你就别去了 什么情况 买好了 你付了全款 没错 跟王阿姨已经说好了 你们找时间一起去搬过户就行了 你付了一百二十八万 王阿姨说 有人要花一百二十万买这个房子 我想 如果我们要从别人手里抢过来的话 必须要多付一点 你本来不是要加十万吗 我上去就给他砍了两万 也许是因为我长得帅吧 那个王阿姨一口气答应下来了 你是没砍到 气氛特别融洽 人家砍价都是往下砍 你倒好往上砍越砍越多 什么意思 我本来一百万就可以买到的 好 小裴 房子里放心 你回头预约好的时间跟我说 咱们就去办什么事 对了 你跟你男朋友说一声谢谢他啊 答应跟我合影 我一发朋友圈啊 老多人点赞了 王阿姨真的是太热情了 不过这样也好 既然你已经点头答应要跟我结婚了 王阿姨这朋友圈一发 比我们发新闻通稿管用多了 我们房子都卖了 谁敢说我们是假的 对不对 你别说话 你别说话 也不这样 多出来的二十八万我不用你还了 你只要还我一百万就行了 不用利息 那二十八万本来就是因为你蠢 就当你交着智商税吧 别来烦我 刚好 有这个房子在 我们关系坐实 也不着急结婚了 到时候发个通告 应付一下媒体就可以了 合约关系一年大概也就够了 在此期间 我希望你可以做到 第一 配合我完成所有媒体的相关事宜 行事待定 第二 每月陪我外出一到两次 因此设计的一应之中 费用由我来支付 第三 关系存续期间 不得做任何 犹损我个人形象的言行 尤其是 不得与其他异性交往过密 好 累死我了 早知道谈合作的方式比较容易 所以我就不说那么多恶心的词了 但是 我还有一个补充条件 我也还有一条 千万不要爱上我 一汉刚把悠悠带走 居然是去买婚房 他们真的在一起 好羡慕啊 一汉是瞎了一眼 看着谁不好看 让裴佑佑这么个货色 裴佑佑天天跟个手材弄似的 真的不要命地赚钱 他们到底什么时候勾搭上 谁在那 你呢 是你 你也觉得裴悠悠跟一汉 根本不可能对不对 他们当然不可能 那我们一起去接穿他们 怎么样 一起 我什么都不知道 现在不知道了 没关系 现在不知道了没关系 以后就慢慢知道了 你怎么做到的 我不信悠悠是一套房子 就能收买的人 当然是因为我太帅了 谁能拒绝我呢 第一次可以 第二次绝对不允许 为什么你身为我的经纪人 这点绝无都没有 好好好 说什么都对 这样消息一放出去 我们营销走一圈 幸好男人的人设 不仅广告商 不会告我们稳缺 后面的广告 说不定也会借到手软 你尽快起草一份协议 把内容都写进去 我想和他尽快签下来 这样后面的事情就好说了 好 你们怎么谈的 不是都罚你了吗 有什么问题啊 大体上没什么问题 不过我要再加一条 你也要再加一条 不行 不行 自从媒体曝光了你们的关系以后 不管是意涵的公寓 还是悠悠的美甲店 两边的狗仔 都比原来多了一倍 对 如果你们住在一起的话 能省掉很多麻烦的 不然三天两头老出事的话 大家不是都烦吗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这边没什么问题 大不了就当合租了 对 我有问题 堪弟 你知道的 我不喜欢陌生人去我家里 悠悠算陌生人吗 她现在是你马上要结婚的女朋友 如果你跟她连住在一起 都接受不了的话 那你怎么让别人相信 你们是真的在一起呢 我当初觉得这个合作可行的前提是 彼此都不要影响到对方的正常生活 如果要住在一起的话 我得再想想 你要是觉得不愿意的话就算了 反正我也不是很想跟你住在一块 怎么可能 你应该很想吧 看来这次合约是签不了了 那我们就来谈一下还款计划 你看一下 我一共签了你一百万整 一会儿我会把我原本当作首付的 十八万二千付给你 这样就是八十一万八千 我证据每年还你十万四十五 入八年还清 你觉得怎么样 悠悠 悠悠 来 现在还钱还真不是重点 咱们还是赶紧啊 把合约签了 不是我不签 是她不签 你不用管她 我就问你 你有没有意义 我没意义 好 那签吧 行 来 什么意思啊 我有意义 不重要 拿到 到你了 快点 太好了 这是什么 这是这两天我跟浩子 还有大伟整理的 你们相知相爱的全过程 背熟 回头再有采访的话 别再疑问三不知了 我最困难的时期 是裴悠悠一直扶持着我 谁写的 我写的 哥 我们得给你一个 爱上裴悠悠的领悠对不对 你想想 除了艰难的时候 不离不弃的优良品格 你还能喜欢她什么 也对 来 悠悠 三天之后 我在海边 举行了一场订婚宴 算是一个 非正式的记者发布会 祝我们合作愉快 来 开不开心 开心 老伯 别磨蹭了 喝口水咱走了 你说 你这你明星也不能这么喝水呀 来来来 你过来看看看看 这 这是不是给我做支架那个 妈呀 真是啊 我爱不得敢放得磕死 妈呀 这道儿可够深的呀 我说你找的人找了没有 找了呗 没找到 按着我的眼睛再说一遍 找着没有 这 妈 你说你又没跟我说 这人长什么样 我到哪儿找 我不管 你必须找着他 必须找着他 这可是我第一次对一个人 一见钟情 我不能辜负命运 第一次啊 我从来没有过像这次这种初恋的感觉 所以 一定要帮我找到他 从我见到他的第一眼睛 从我见到他的第一眼睛 就仿佛坠入了爱河 这大概就是 离简中情的感觉吧 没没没没 你说第一次 我记得第一次 这个找人的事交给我了 我们导演还等着咱们快点走走走走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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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你必须跟我找人啊 这次真的不一样 我不能辜负命运 一涵与女友十三日 在海边举行订婚典礼 神秘女友身份曝光 梅家小妹上演现代板灰姑娘 与巨星易涵甜蜜恋情曝光 神经 你有事吗 对不起啊 刚好看到想要看的东西 所以 你要看吗 给你没关系 谢谢 你也喜欢易涵吗 易涵是谁啊 不会吧 你都不知道易涵是谁 可你要看的不就是易涵的新闻吗 我看的是他啊 易涵 易涵 终于找到你了 没事儿 放心吧 坎地姐 我能应付得来 我一一来解答 好吗 第一点哈 有 有有 有有 坎地姐 我先挂了 那个时候 易涵还只是一个小歌手 一点都不红的 她出第一手 那个单曲录音棚的钱 都还是我们悠悠给垫付的 悠悠干活多拼命 我又没日没夜的 一年到头 都不舍得给自己买一身新衣服的呀 各位记者 大家稍安勿躁 稍安勿躁好不好 你们一个个的听那么多 你看看 你们一个个听那么多问题 我总得给我时间捋一捋 怎么回答你们呢 对不对 真的 她不就是为了支持心爱的人 完成她的梦想吗 可是现在外头有的人哦 她不懂啊 她乱讲话的 真的一提到这个 我就来气你知道吗 什么 现代吧 灰姑娘 能听听 听听这个话 好笑不好笑 真是不要太好笑了 我们悠悠可是没有高盘的 甚至可以这么说 如果没有悠悠的话 就没有她遗憾的今天 不过呢 话又说回来了 两个人在一起这么多年哦 能看到他们走到现在 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所以呢 希望大家都祝福他们 不要给他们的私生活 造成太大的困扰啊 好吧 有什么问题 多多来问我 不要去骚扰他们啊 今天的采访呢 纳布就到这了 谢谢大家 我们还要营业呢 她说的这些事情 都是从哪儿知道的呀 这是我们通过 仅有的线索 推理出来的 最合理的 里面的恋爱的故事 怎么了 不对吗 那其实是什么样子的 没什么 你们说得非常准确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了 这什么情况啊 这些都是依涵给你准备的 我 听说你要订婚了 都是义涵的朋友送的 都是义涵的朋友送的 义涵的人缘真好呀 你喜欢 悠悠 这套口红礼盒是限量的 我上次排队排了好久都没买到 你能不能 你喜欢 那我就 便宜点卖给你 怎么样 我算一下啊 这一共有十只口红 一只算两百 一共是两千 我再给你打个对折 你给一千就行 八百 六百 六百不能在手了啊 悠悠 微信转给我就行 这个可以卖给清清 这个卖给瑶瑶 这个就卖给店长了 韩哥 公共区域的所有摄像头 我都装好了 保证三百六十度 你死角覆盖 韩哥 我觉得 你还是早日接受现实吧 你也不知道敢提怎么想 白瞎酱头 怎么就那么相信那个裴悠悠 就这么让一个陌生女人住在家里来了 万一她偷拍我怎么办 万一她偷拿我东西怎么办 万一她对我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怎么办 还好我早有准备 韩哥 其实我觉得也不至于 你在干吗 就来之前坎迪姐让我把悠悠房间收拾一下 说到今晚你就住过来了 谁让你收拾的呀 就砍 砍迪姐呀 不用收吗 放下 好 你就算要搬到男朋友家去 这房子也不急着退呀 阿姨是过来人 提点你一局 你别不爱听啊 你这一家一档全搬过去了 哪天吵架了 去的地方都没有 吴阿姨 您就别替我操心了 我买了新的房子 马上就可以搬进去了 再说了我们感情好着呢 不会吵架的 我这房子一个月的房租是三千 我之前交了半年的房租 还差四个月 这样就是一万二 按理说我提前退房 押金是不给退的 但是吴阿姨您看 我这房子保护得这么好 您多少能不能推我一点呀 要我实在不行的话 那这样 您知道我男朋友是谁吧 要不然我给您孙女 要几张她的签名照 你敢行吗 喂 你好 我是裴悠悠 婚纱 我现在这个样子 好像我妈妈呀 看来裴小姐的妈妈 也是一个大美人 好了 好了 你看看 觉得哪里有不合适的地方 就告诉我 因为这件婚纱是定制的 如果要修改的话 就要送回北京 为了给您和易先生的婚礼 预留出充足的时间 咱们得早点做准备 这个婚纱是易涵给我准备的 对呀 放在这儿已经两年了 就等您来把它穿走呢 你搞错了 这件婚纱的主人应该不是我 咱们先出去吧 老板还等着呢 不行 我还是先换下来吧 裴小姐 老板说想亲眼看到您 穿这件婚纱的样子 您要是不出去 我这个月奖金可就泡汤了 裴小姐别为难我 拜托拜托 那好吧 走吧 到底叫我来干吗 你怎么来了 谁让你穿这件衣服的 你干什么 你给我脱下来 你 你发什么神经 是我叫他 你脱不脱 你不脱我给你脱 不好意思 我马上就脱下来 又又 你干什么 这婚纱不是给又又准备的吗 小梁 我告诉你 以后别多管闲事 我的事不要你管 什么呀 我来不来 你去把你把你摆住了 我了 你把你去把你摆住了 我了 我了 你把你摆住了 他先去把你摆住了 我把你全部摆住了 你把你摆住了 我成功的地方 那就淹住了 我去把你摆住了 就会比你摆住了 我幫你摆住了 我如果是要求你 你摆住了 恭喜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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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 优优 没事吧 没事 肯定姐 你怎么来了 我在楼下碰到遗憾了 以后在家不许拉开窗帘 凭什么不能开啊 你是吸血鬼吗 其实不是这样 优优 之前遗憾不住这儿 就是因为被偷拍过 所以才不得不搬家 现在这些余迹啊 为了拍点见不得人的东西 无所不用其极 你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就装着高倍摄像头呢 不得不防啊 你跟他说这么多干吗 说不定人家都知道 是进来卧底的呢 真是委屈你了 让您住在垃圾堆里 你也不用这样阴阳怪气的 你要是不情愿 我就在这儿呢也无所谓 我大不了搬出去 好啊 行了行了行了 你们两个都少说一点 中间第二个房间是你的 我和肯定还有事说 来 悠悠 谢谢肯定姐 没事 来 悠悠 当心一点啊 好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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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能不能对悠悠态度好一点 我跟你说了 我不喜欢陌生人来家里住 一来就把我窗帘给打开了 如果有个人一进你家 就把你地毯踩脏了 你什么感觉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来 你看一下 这是我们之前跟余生签的合同 什么意思 不是不去了吗 合同里写明了是主演 但没有写角色名 他们跟我商量 希望你演另一个角色 戏份比之前的少十几场 但也是主演 你也想演嘛 我就答应了 不去 他们当我是什么呀 招之即来 挥之即去呀 可是我们合同都签好了 大不了违约赔钱 你觉得你自己很有钱是吗 难道不是吗 理论上说 你这几年是挣了点钱 但是我都帮你拿去投资了 一时半会儿根本就拿不出来 一大手笔帮悠悠 刷掉整套房子全款的时候 难道不知道 那差不多就是你全部的现金了吗 真的假的 这个扫巴心 这是剧本 给我 离婚协议 你疯了吗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当然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了 这句话我憋在心里面十年了 我每天每夜每分每秒 我无数次地想告诉你 可是我不能 我只能忍着 我以为我的沉默 可以成全你的幸福 结果呢 你并不幸福不是吗 那天记者在外面问 是不是我 我是不是喜欢你 我就想和他们承担 我就是喜欢你 我就是爱你 怎么了 义涵 现在老天爷都可怜我了 你终于和朱文耀那个混蛋分手了 我终于可以名声言顺地说爱你了 肯定 接下来的日子 我陪着你 我会给你幸福的 够了 肯定 我不喜欢你 我爱你 你懂不懂啊 你好好看剧本 下周你要跟全体主创作围图 我先走了 你今晚不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我就不去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你是小朋友吗 你一直都说你喜欢我 那你究竟有没有问过我喜不喜欢你 这还用说吗 我们一起奋斗了这么多年 我们是彼此最亲近的人 你错了 我根本就不喜欢你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 如果我真喜欢早就喜欢了 而事实上 你在我眼里 甚至都不算什么重要的人 你 不过是我一手打造的商品 我负责规划让你如何获得成功 如何赚取利益 成为我最得心一手的赚钱工具 仅此而已 听明白了吗 尤尤 尤尤 你还要拘捕我 凯迪姐 我好像总是在 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 没关系 那我先走了 你有什么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 对了 坎妮姐 她就那样跑出去 没关系嘛 不用管她 她跑不远 大约明天早上八点肯定回来 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我根本就不喜欢你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 如果我真喜欢早就喜欢你 而事实上 你在我眼里 甚至都不算什么重要的缘 你 不过是我一手打造的商品 我负责规划让你如何获得成功 如何赚取利益 成为我最得心一手的赚钱工具 仅此而已 听明白了吗 行为情绪闪烁也想 都被你扑获 原来你 依着在我身后 请你快来挽救 我从来说不出口的工夫 请你快来挽救 比你去我陌日的时候 我甘愿 卸下的所有伪装也离开 我甘愿 有人要感动会流泪的我 唯有用爱 挽救 你应该不接下来 谁让你动我东西的 痛痛痛 有病吧 我现在很困 等我醒来再找一算数 有病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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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吗 做饭 不要做了 吵到我睡觉了 别做了 现在是做午饭时间 不是睡觉时间 交外卖 那你出钱 我出钱 行 那你去睡觉吧 外卖到了我叫你 说不出口 顾好藏着温柔 像沉默一首 从不会把内心淡漏 仿佛被诅咒 再多人围绕四周 逃不出孤独 突然你的出现 像冥冥的余谋 说不尽缘由 喜怒哀乐都随你走 行为情绪闪烁眼神 都被你扑获 原来你 依旧在我身后 请你快乐挽救 我从来说不出口的温某 请你快乐挽救 别拧着我们的时候 怎么非 竟然缘谈 让你满脆热灵的女 后来有毛端太孤单的红 唯有你能挽救 不知不觉那胸口有何温度 冰纵的情感慢慢会温飞融化 终于勇敢的你是你的眼眸 用力地挂起你的手 爱为你复活 请你快来挽救 请你快来挽救 我从来说不出口的梦 请你快来挽救 并绝望梦日时刻 我年约 卸下的所有伪装也离开 永远又感动会流泪的我 唯有用爱挽救 幸福